中国古代人们常常用一猪一龙来形容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差距 不过今天这一具侮辱性的词汇 被别人家的孩子一词所取代 别人家的孩子被誉为是宇宙间最优秀的生物 无论你再优秀也会自叹不如 就连伟大的领袖习主席也不例外 因为立在领导人当中就有这样一位别人家的孩子 今天就来和大家聊一聊 这位最能让习近平无地自容中国领导人 这位习近平专属的别人家的孩子 促用数亿粉丝 粉丝们对他的崇拜甚至都已经达到了量子世界 哪怕是给他的照片加上了高丝模糊 粉丝们也能一眼认出他来 即便他只是露出个肚皮 粉丝们也知道他是谁 哪怕他只留下了一副眼镜 甚至化身成为了一辆摩托车 也照样能认得出他来 崇拜者们甚至会在街头涂鸦来表示对他的精神膜拜 这种崇拜被称作为摩哈文化 他在坊间还被尊称为长者 我今天是做一个长者 这时候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优不优秀全靠同行衬托 即便是今天满身光环的习主席和他一比 也顿时黯然失色 那么巅峰时期的长者究竟有多牛 我们伟大的习主席会被比到有多惨 我们还得先从他的外交魅力和语言能力说起 在一次外交活动中 习近平由于听不懂俄语 被普京嘲笑是孤独的战士 鸡主席一时竟不知该如何回应 场面十分的尴尬 着实有损国威 哎呀我也要给你着急啊 长者的粉丝们感叹 如果是江主席在场 则会是另外一种情景 若是当时江主席在场 普京岂敢造次 再说句不好听点 哪怕是薄熙兰 也至少可以用英文来化解尴尬 虽然语法一场糟 但是自信和魅力的效果绝对拉满 甚至和马云也有的一笔 相比之下习近平在某些外交场合下就显得有点 有些这个吃饱了没事干的 哎你好 我看看我准备这个本本上有没有这个魅力 当然这也并非针对习主席 毕竟就连李克强也可以用英文流利的演说 就更别提对岸的领导人了 不过上述的那些政治人物和长者比起来 长者简直可以能秒杀全场 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乐色 长者不光可以和普京谈笑风筝 他还曾用俄语演讲 用西班牙语演讲 用英文演说 日语 法语 华语 广东话 上海话 随机撒害我 叮呱呱 可反光习近平由于他听不懂英文 才闹出了在G20峰会上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鸡同鸭讲的笑话 创造条件 不过为了给伟大的习主席找回点面子 我努力的找遍了全网 终于找到了一段习近平在外交场合上讲外语的画面 中共官媒网站共产党新闻网 对历代领导人的兴趣爱好有的这样的描述 毛泽东爱好游泳 跳舞 乒乓球 邓小平喜好条牌与球类运动 江泽民喜欢音乐金剧胡锦涛喜欢跳舞乒乓球 再来看看习近平同志他喜欢阅读 看电影旅游散步游泳爬山足球排球篮球网球 武术冰球速滑花样滑冰雪地技巧 他的兴趣爱好之多 以至于让他本人再重复一遍都有可能没法一次说全 既然兴趣爱好那么多 那咱们就慢慢来先从游泳说起 说到游泳啊 中共历任领导人都有公开展示游泳的传统 毛泽东还曾经沉游长江 不过他们的泳姿还都是野鹿子 唯有长者是标准的挖泳姿势 没错是挖泳 就连薄熙来也有一张 头戴泳镜看起来像在游泳的照片 可唯独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习主席游泳的画面 所以关于习主席游泳一直是个谜 确切的讲应该是个传说 有网友打赎说啊 但凡有人能够找到一张习近平在水中的照片 就算他厉害 说这种话就太过分了吧 这不我抬手就找到了一张习主席在水中的照片 目测这水深怎么也得有一厘米 至于习主席为什么没有游泳的照片传出 我绞尽了脑汁 唯一想出了一个合理的原因就是 很有可能 习总书记 和梁三好汉一样文有霸气文身 根据中国的政策 不适宜在公共电视平台上公开展示 我们再继续和其他的领导人做横向对比 胡锦涛曾和日本的国手胡怨爱切磋球技 江泽民同志也不甘落后 而号称年轻的时候练过拳击 喜欢足球排球篮球网球 武术冰球速滑等等一堆爱好 却只能看到他 你靠边一点靠边一点 注意了注意了马尔斯来了 闪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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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边一点 我那个年轻人练过拳击 转开 注意了注意了马尔斯来了 靠边一点靠边一点 靠边一点靠边一点 我睡不醒了 才艺表演 说到才艺表演 恐怕长者又要秒杀全场 他能熟练使用各类传统乐器 甚至西洋乐器 指挥交响乐 登台演唱 胡锦涛也不甘落后 在春晚用美声演唱 就连不谢来同志也不现场 再来看习主席 他会唱歌 我不知道 但是 但是他会rap 说唱 freestyle 你一定没想到吧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 出门那时候怀里揣一本书 揣字典 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揣一本 简明 哲学词典 读各类书 揣一本 诚语词典 我想这是一个 揣一本 哥德的福士德 终身的爱好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福士德 只是在看 这个时候就到处找书 涉猎各种史书 到处看书 24史涉 涉猎了一下 包括军事学的书 涉猎了一下 哲学书 涉猎了一下 史学我特别喜欢 涉猎了一下各种证书 涉猎了一下 涉猎了一下 只是在看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 习主席博才多学 还为汉字开发了不少新的读法 通商宽衣 老人瞻哑 领导人的书法 说起领导人的书法 那简直就更是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的最佳范例 这是中华民国前总统 马英九的书法 这是日本前首相 安倍晋三的笔墨 这是韩国女总统 朴槿惠的字迹 或许从专业的角度 这些也都称不上什么大家之作 但是我们拿来和习近平的墨宝一对比 是不是马上就显得高端大气了起来 习主席的墨宝 配置看起来是低了点 那毕竟红花也需绿月秤 只需要把毛主席的孙子毛新宇的墨宝 请出来放到一起一对比 马上就显得习主席的字还是不错的嘛 那逼你们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网上常有人拿过去的领导人和今天的习近平来做对比 以此感慨说我们特别怀念江湖时代和过往的中国领导人 于是墨哈文化又被新一代的中国年轻人所追捧 可事实却是无论历代领导人多么优秀也都无法掩盖他们曾经的污点 毛为共产党打下了天下却在文革和大跃进时期害死了数千万中国人 邓小平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的经济却也为了党续命拒绝全面否认毛泽东 镇压六四自认为让中国免疫动乱他天真的认为未来的年轻人一定会更加的智慧 却不曾想未来的年轻人竟然是毛时期洗脑的产物 将他所留下的政治遗产全数毁坏殆尽 江泽民延续邓的改革开放却开启了党内的集体腐败血腥的镇压了法轮功 胡锦涛在接班前为了立下投名状血腥镇压了西藏 习近平掌权后强力打压新疆内蒙香港清理低端人口 无脑清零打压公知让改革开放了四十年的中国整体着转 把中国的国际关系一口气退回到解放前可谓每个人的手上都沾满了鲜血 他们造孽的理由无一不是挽救了岌岌可谓的党 其背后的根本却是党是他们权力的载体 期盼民军降临怀念上一个独裁而没有要彻底改变体制的意识 崇拜伟人和英雄却不知何为现代政治文明 只会是延续封建皇权制度让中国的文明止步不前 独裁就是独裁 管他是好独裁还是坏独裁不都他妈是独裁